各位好,还是12月7号礼拜二,还是在这个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那我现在穿着我们学校的这个hoodie,SCA,简称SCA 那全称是Springfield Commonwealth Academy 那这个学校呢,从2011年就开始运营到现在 那在2018年的时候由我们接手过去 然后进行,继续进行这个运营啊 那在这个当中呢,到现在呢,我们遇到了一个转折的一个点啊 那不管怎么样,我想开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这个内容 来谈论一下在美国做学校,运营学校 还有各个方面相关发生的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和问题 还有这个可能的这个机遇在这个当中啊 所以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学到的东西 还有可能的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那在今天的第一个部分呢,我就先讲讲我们学校的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篮球队啊 那昨天我晚上的时候观看了一场我们主场的这个篮球队啊 篮球队这个比赛,那主场的话最后我们是78比63我们战胜的这个对手啊 那对手啊,看起来他们的人员不是很齐整啊 那他们总共只来了八个人啊,客场来八个人也算正常 我看到他们是做了一个这个十二个人的这个Van 从这个纽约这边过来啊 那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我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教练,球员都非常开心啊 那我们的球队,篮球队为什么会这么强 那这个跟这个原来的这个主人在11年开始运营学校也有关系 他认为这个学校可以从这个运动方面啊 还可以从这个一些这个课外活动这个方面可以让这个学校更加的丰富 自己的一些这个水准啊 所以呢,他就一直比较推崇这个篮球队的这个建立 那每一届的这个篮球队员都可以非常好的进入到非常多的美国的这个好的大学当中啊 而且很多的这个学生都获得这个奖学金 而且每一届的这个篮球队这个教练 很多都是连任好几任的这样的一个篮球教练 都是非常在当地是非常知名 然后你也可以网络非常多的是好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教练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那如果大家有孩子或者现在正在做运动队的这个训练 或者是棒球足球篮球不管怎么样 你都会知道啊 你都会去谈论某个教练是怎么样啊 这个教练好不好啊 或者怎么样那到了高中呢 这对于非常多的这个高中生来说就是非常关键了 特别你是运动上的这些尖子生的话 那他们对于教练的这个选择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一旦一个学校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教练 非常有名声的教练 而且他的周围的这个关系网是比较不错的一些教练 自然他就可以网络非常多的这个好球员和家庭愿意来到这个学校 为这个学校效力啊 那他们也看中了更多的就是当他们毕业的时候 这个教练的非常多的关系网 还有他们的曝光率可以帮助孩子可以进入到很多好的这个大学 然后呢甚至可以拿到全部免费的这个奖学金啊 那今年我们的教练就是曾经在Houston Rockets 休斯顿火箭队打过球的一位这个退役的球员啊 那他在休斯顿火箭队打球的这个时间呢并不长 因为他在刚进入这个球队的一段时间 他就被诊断出来了 他这个耳朵的听力有问题 就慢慢就就没有办法再听到任何的东西了 因此他就 他的这个短暂的这个运动员的生涯就从此就结束了 但是呢在这个之后呢 他还是继续从事这个青年轻训 包括了这个高中这个教练的这种工作 所以呢今年呢 他担任我们球队的这个总教头 那自然跟着他过来的非常多的 这个好的这些年轻的这些高中生就非常非常多 那另外的话 我们也从这个欧洲招来了一些这个包括了像波兰啊 捷克啊 还有非洲的来的一些这些留学生 当然他们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叫做身体素质和天赋 可能没有和当地的美国这些黑人相比有那么多优势 但是他们在这种团队上还有这种整体性上面可以给球队有利的一个一个补充啊 所以呢球队呢将在下礼拜将要前往这个佛罗里达去参加这样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叫做锦标赛 之后呢还要去参加这个在亚利桑那举办的另外的一个锦标赛 可以说呢整个球队就是在整个疫情之后呢又开始重新运转可以到全美国各地是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赛 那我们的球队在全美国并不是说只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啊 在全美国的高中当中是排名前15位的这是有据可查的 那那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一个这种数据啊 美国有多少多少高中 而且这些高中当中前15位他们大球这些学生势必他们将来在他们升大学的时候将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起点啊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篮球队在进行的这个苦心的经营 那我们在宣传这个当中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一种有利的这个宣传 因为学校还是要有更多的在疫情之后可能要接受更多的这些国际学生 这个当中要包括来中国来的学生 那自然学校也在中国也在北京也在和中国篮企业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协调 还有和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中国的这种叫做篮球发展的一些这些基地和学校进行合作 希望能够把我们学校搭建成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这种叫做中美篮球的这种训练的一个一个这种基地吧 那用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教练和这个资源来为中国的一些这种篮球方面的一些优秀人才进行打造的一种一个服务啊 所以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在这个疫情之后能够给我们学校来增加一些从中国来的一些篮球元素 也可以给非常多的这种中国来的这个篮球尖子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头痛的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给我们学校在这个运动队这个方面接受国际学生这个方面也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那接下来呢我会在各个方面进行一些总结给大家详细的就是阐述一下在美国做学校的各种的千奇百怪 或者是各种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吧 好了今天这个短暂的视频就到此 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